国际名模林维军今天受邀到中华艺校大师开讲 同时也带来了震惊师生的好消息 就是华裔影剧科毕业校友 目前就读昆山科大时尚展演事业系 大二的学生邱乔奇 已经被凯沃签约 正式成为旗下模特 将布上国际名模的伸展台 这是何等令人振奋的事 不仅如此 今天的讲座 随同带来戏上一年级的侯子妍 则是去年华裔影剧科毕业的学姐 现场 子妍也落落大方的进行走秀 看好她的实力 明维军说 不假时日 子妍也将可布上学姐邱乔奇的心路 明维军谈到此行重要的目的 在挖掘模特界新人 鼓励学生们勇敢 竹梦并为华裔的学生们加油打气 我们要先介绍一位 也是我们异校的学姐 我们异校的学姐 子妍去年刚毕业 那她子妍呢 她目前在昆山特大时尚性就语非常优秀 也已经入学这样不到一年走了很多场大秀 那另外异校有一位我们的小乔 目前已经是台卧签约的模特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校长 因为接下来你会看到维军老师的演讲 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我很有热情做这件事 我们在座所有的专业 包含校长也是 我们就是很喜欢很喜欢做 那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希望把好的机会给对的人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 那我们真的来邀请我们的国际名模 第一个在英国拿到专业的签证 涌住了的国外模特林威君 曾经跟足球金童国际巨星贝克汉和拍过广告 林威君不只是凯沃签约明模 还是国际明模活跃在欧洲时尚界 常见于英国伦敦 法国巴黎 意大利米兰等时尚秀 拍过为电影 为英国皇室 英国百货公司拍过形象广告 如今为扶植台湾的模特儿 受聘在昆山科技大学时尚系 容认客座教授 中华艺术学校在校长卢士渝的构思发想下 本学籍善用大学资源 大手西小手 开办了艺术客座四轴学习计划 邀请了国际一流艺术大师前来校园讲座 即日前邀请动漫资历超过四十年 在国际相当知名的名侦探柯南动画原画师 日本动漫老师小潘公春 在中华艺校国际动漫工作坊进行讲学后 今天则邀请国际名模林威君 录校进行大师课作讲座 同时也进行摩特尔的走秀教学与海选 这次林维君以舞台专业与竹梦为主题 与华艺影剧科学生分享 走入国际时尚界的奋斗过程 现场也教导学生们走秀的技巧 前面有个小技巧抓白果来的 这样子怎么在 男生 双脚打开眼尖同宽 然后重心脚可以往后半步 男生就是这样 对 重心脚在后面 女生也一样 双脚打开眼尖同宽 重心脚往后叮叮踢 对 叮踢步 然后脚尖永远给摄影师 就会瞬间长高五公分 然后前面的脚是自由的 轻松的 然后脚尖抬起 膝盖往内压 女生 女生 对 很快摆 还有一个小配方 我们不要选美 所以我们的重心脚要 一左一右 跟我们的队友相反 跟我们旁边的队友相反 对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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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很有脆根 好 这边男生的部分 可以再明显一点 看你们的话 算了 很高耶 对 出去很高 第八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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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这边交换 重心脚跟那边交换 对 好 六 二 七 八 七 八 二零 二零二五年春夏大表 中皇一校 fashion week ready 好音乐走 中文字幕——YK 快跑,快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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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真的是 是 好 很 很 好 很 像 放手 THEY System 邱命 謝謝 virus Fia awakening YES 1 therapist P 不要 再来一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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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急 不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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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一 太 留一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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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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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次来到中华裔校 名为君形容华裔的校园 就像在国外一样 非常的优美 我们的校园就像是在国外 你们很幸运 有这么棒的校长主任师姿 还有这么棒可爱的同学们 每个都好可爱 是台湾第一个在英国拿到专业签证 永久居留权的国际名模 谈到成为模特的经历 名为君说 是在高二十六岁时 进入了台湾最大的模特经纪公司凯卧 很开心 OK 十六岁的时候 我进入了台湾的当时最大的 模特经纪公司凯卧 所以是高二的时候 我就班工班读 穿着制服去工作 但是我没有耽误课业 我还是准时上课 从来没有矿课 成功考上了实践服装 实践大学服装设计 然后在毕业两年后 想说要去英国看一看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要改变 所以我自己一个人 跑到了英国伦敦 念三个月的英文 想说到时候再回来台湾 继续工作 结果太喜欢英国了 我又在那边留了一年 念硕士 英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是全世界里面 硕士只要一年的 所以我觉得这CT值很高 念完了硕士 还是想留在英国 我就自己没有人脉 没有预约 没有任何的帮助下 我就自己用双脚 走了十间的模特尔经纪公司 主动去敲门 请他们看看他带来的资料本 找了十间的经纪公司 只有三间 OK 但我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所以我就从三间选了一间 所以我就变成在伦敦 第一个台湾级的模特尔 然后后来也有写一些文案 文章杂志印出来的那一种 所以我是特派员 好后来也有帮英国设计师 服装设计师当基地人 另外一个重要角色 我是星探喔 Scout 我是发掘新人的 所以我希望新一代都可以 有机会被看见 所以今天 老师的眼睛也在 喵一喵 希望可以让大家 而且我们学校跟凯沃实业 有些公司是结合的 业界结合 所以在台湾我们有凯沃 在国外有 威力 希望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 成为伦敦第一个台湾级的模特尔 当时取得的永久居留签证是 创意与运动人才签证 林维钧说 这是无法取代独一无二的 我是属于创意跟运动人才 所以各位同学也是 你们就是创意人才 每一个国家都适用 台湾也是 现场他鼓励学生们 可以试着把自己打造一个新造型 并拍成照片放在IG上 为自己行销 所以你们平常 你们现在IG很盛行 一定要也可以 所以试着把自己打造成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广告形象 这次目前现在还在英国伦敦百货公司 还可以看到 因为疫情的时候他们续约 因为不能拍照 所以一直续约一直续约 我就很开心很感恩的 一直收这个费用 所以表演有一个好处 当我们的肖像权被 比如说电影 比如说舞台剧被录影起来 这个可以卖一辈子的 他举例他一个朋友 20岁拍的乒乓广告 今年已经50岁了 在Seven还是看得到 他已经赚了30年 完全没有修片 英国伦敦就是 没什么修片 很赤裸 你看我的皱纹 我的雀斑 我的一切都是这么的 这让我很不太习惯 但是不完美就是我们最完美的 所以表演也是 没有什么完美的表演 没有什么不完美的表演 都是最棒的 他也谈到一支广告 有品牌愿意用他的名字 还把台湾绣了出来 让他很开心 很难得有厂商 除了把我们的名字写出来之外 还写了什么 台湾 这个是我在伦敦工作15年第一次 不是因为台湾而被取消工作的 然后甚至还把台湾写出来 所以很感动 然后最后他有三个问题 问大家 就是用三个单字形容你自己 我觉得这对我当下 也是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大家同学 可以回去想一想 用三个字形容自己 会更了解自己 就借由工作来 体验很多不同的人生 Body Shop 媒体小步 当时就有四种不同的模特 你看有70岁的模特 有肤色比较不一样的模特 还有一个 曲线的模特 大尺寸的模特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趋势化 没有身高限制 没有年龄限制 没有种族限制 没有肤色限制 还有白子的模特 各式各样的表演者 都在发光发热 一个沙轩 沙轩 台湾很大的一个沙轩法品 广告 好 哈罗斯英国百货公司的 大落地窗的那个 Billboard 大海报 这个也是属于比较酷一点的 当下导演问我说 你愿意把蛇放在你身上吗 我说 我会怕 因为我昨天 蛇就在男生的那个模特身上 就良好的沟通 让我在表演更放松一点 好 这在葡萄牙拍摄的 一个礼拜拍摄 跟他们大部分都演员 当时他是一个法国演员 我就觉得 他演得很棒 反而觉得我的不足 所以后来有去学习演员课 所以我觉得表演真的不容易 表演是需要 精气神 身心灵 所有的万中结合 才可以发挥到最棒的 真的隔行如隔山 你们很棒 表演的 会表演的真的很棒 好 伸展台的部分 英国就是多元化的发展 有罗马时装周 意大利 巴黎 还有伦敦 达之封面 英国有个法律规定 拍照不能修骗 大部分都是 不能修骗 所以我每次得到我的照片就是 眼线也晕了 皱纹超多 雀斑超深 整个就真的很错愕 但是我学会 接受自己 学会欣赏自己 学会肯定自己 表演路上更是这样 表演路上可能很孤独 很 很隆 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自己给自己 鼓励打气 好重要 好重要 不是知道 要持续的 肯相信自己 随后他秀出雨 足球金童 世界巨星 贝克汉合拍的广告 并谈到生命中的特别人物 他的母亲 就是清点的说 我也认证 他有选 选一下 我们到迈阿密 拍了五天的 饮料的广告 威士忌 这是我跟妈妈 妈妈也是模特 妈妈也是美姿美姨老师 她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们在去年的时装周 一起走 一场秀 母女一起登场 我在最右边 妈妈在我的左边 比我更喜欢表演 比我更喜欢岛秀 比我更喜欢站在舞台前 上天给我们很特别的礼物 让我们可以在舞台上 分享自己 我觉得很开心 陈寅君称主任 带着我们团队 南征北讨 全世界了 日本韩国 甚至未来会美国 巴黎 那我是极力赞成伦敦 所以我们会到处去 增加一点记录 以及替同学留下 更多美好的回忆 好 这是有一次 我跟已经毕业的同学们 拍摄资料卡 因为模特要资料卡 未来我们叫艺人 我们叫什么 叫TALENT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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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天赋的人 有天赋的人 所以不管你是模特 你是歌手 你是舞蹈 HIP HOP 对不对 你是歌手 魔术师 或是你是体育者 你都需要一张 PROFOLIO 你都需要一张 MODEL CAR TALENT CAR 所以 现在可以或许想一想 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形象 搞笑的吗 严肃的吗 酷的吗 对所以我是希望同学体验一下多种不同的造型 就是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件任务 感觉很不错 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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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乔是 小乔 小乔 薛剑门 薛剑门 他也被凯卧签约签了 对 我觉得也是 艺校栽培的很好 他一进来的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就很惊艳 跟紫妍一样 就是有一个 很跟你们现在一样 很好像 有受过严格训练的感觉 就是好像已经在工作的人 不太像是学生了 有一个专业 你们其实有个专业的感觉 然后刚刚经过舞蹈系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经过了云门五级 每个都是全身黑 然后这样子走路 我觉得 其实每个科系都已经好专业了 好 其实这么简单的就只是走路 其实我们也是 投入了很多 很多感情 放了很多感情下去 好 第一位 左边第一位就是紫妍 我刚才转群的那位 他在台上直言是不是很有气势 我们经过了舞蹈科的教室 然后老师就说 以前我也好想要成为一个舞者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舞者 想要进云门 进不去 然后刚刚看到同学们这样子 就是这样走路 然后全身黑自己做道具 让我就会回想起 小时候练舞的时候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走这个领域 谢谢主任 其实就像主任为什么会挑选 广播 广播名 等于我现在所说的名嘴 应该是因为主任应该有 自己知道有 自己发掘了天赋 因为声音磁场 是对的 所以有这样的天赋 才会从事这样的 然后再加上后天的训练 那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也是 为什么你们会选表义系 表义科 因为 你已经知道自己有 某种百分比 某种程度的天赋 所以才会继续走下去 那接下来就是训练了 接下来就是练习 那我当时是 我觉得从小可能看妈妈 耳濡目染 妈妈模特的时候 我就从小看到大 可是妈妈没有教我 妈妈也没有建议我 所以我一直看我就是 刚好身高够了 我的 如果说天赋的话 应该就是身高 就是身高当时有达到了 我小学12 26年级就170了 所以 那后面长得比较慢 后面长得比较慢 我也是一个长得比较慢 幽默代表着智慧 主任非常的有智慧 真的 所以 当时的 就觉得自己或许可以 然后一到16岁合法年纪 可以工作的时候 我一天都不等 我就请我妈妈 帮我 敲门 因为我妈妈也是洪老师 洪卫明老师的学生 所以 等于 等于是 等于是妈妈帮我 签的线 可是洪卫明老师 还是有面试我 还是 他就坐在前面 我还是得走一个台步给他 给他看 而且当年我才16岁 可是 我觉得出生制度不畏乎 当年不知道害怕 我走完以后 洪老师就说 好还够高 他没有说漂亮 我懂我懂 但他说够高好 可以 所以我就进入了 我就是一些名义想要 除了 除了 舞者 可是因为 跳舞从小时候到大 我大概到14 15岁 我就大概知道自己 因为要一直考试 考不到 没有考上 我就大概知道 那我应该要转了 然后模特跟服装设计师 可是我觉得最后上天 会给你一个 sign 会让你知道 在哪个领域 你做得比较 迎刃有余 所以我 模特表演跟服装设计 还是 模特的收获比较多 但是你现在的每一个兴趣 都不要去忽略它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在从事模特的时候 我的舞蹈 赋予了我 比别人 会走台步一点点 因为我会舞蹈 我的肢体牛鼻 因为学了舞蹈 而比较会走台步 因为学了服装设计 我可能 稍微 在穿设计师的衣服的时候 我大概 比较知道什么剪裁 或者是要表现什么 会比较 不会辜负设计师的期望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兴趣 都很重要 有一天它会像一条河一样 集合在一起 流向未来的那片大海 所以你们未来的大海 无可限量 所以每一个兴趣 都把它变成很重要 很重要 国外没有体重的鞋 国外只有三维 鞋号 眼睛的颜色 头发的颜色 没有体重 然后没有尺寸先生 你知道我还当过耳朵的模特兒 我还当过 就是他找了200对耳朵 我是那一对脱颖而出的 所以我的耳朵也是表演者 还有手 一千拉出来 对 所以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能够带 什么能够带 谢谢 今天随同回到母校 教导学弟妹们走伸展台 侯子言也谈到想当model的想法 他说 因为家人建议 加上身高 体态都符合 从小对表演艺术有兴趣 到高中才有这样的想法 而谈到读影剧科会表演 对走秀是否有正面的影响 那现在就是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学姐 是你上面一届的学姐 她现在已经被签约了 是被改握 签约了 有没有很羡慕 有 那你现在对于这样子的话 你有抱着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 我自己就希望以后也可以有这个 就是前缘之类的 那你觉得 你觉得你的可能性大不大 我觉得我自己蛮大的 蛮大的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去读到昆山 因为他我刚听了之后 大概昆山这个 在这一方面的投资 我觉得他们很用心嘛 投资也很大 那包括这些凯模的 还有伊林的名模来教你们嘛 对不对 常有机会 那对于你们想要走这条路的人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捷径 对 就是昆山会给很多资源 就像我之前 今年就走过军舰秀 然后还有南方秀 韦军的演讲 你刚才也有这个机会回来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跟你的学弟妹讲 就是希望你们以后都有 自己的目标 然后朝着地的目标前进 韦军有带了中华医小的孩子吗 因为他们有几位 就读你们学校嘛 而且他们表现 听说也很优秀 那你怎么看中华医小的孩子 是 其实今天知道要来中华医小 感到非常的兴奋 因为其实现在 在昆山科技大学 我们系上呢 就有两位非常结束 优秀的同学 就是来自中华医小 一位是小乔同学 一位是紫妍同学 两位除了天生的条件非常好 很有天赋之外呢 他们个性也是非常努力 谦虚 内敛 会听老师说话的那一种 然后非常努力 这是重点 所以我在想 中华医小是不是有特殊的 教育的方针 让每个学生在如此活泼 欢乐的教育环境下 却有一个很坚毅 很努力的内心 因为他一进到我们大学里面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这样的气氛 所以中华医小的老师们 真的带领有家 带领有宝 您在国内外 包括在英国 很长一段时间 在国际伸展台上面 是非常有名 那最近几年呢 您有在昆山专任客座教授嘛 那是不是有心想要来栽培 国内这个名模 的确的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传承的一部分 其实摩特尔这个工作 从事这么久 我觉得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平台 让我可以在昆山科技大学 从事客座教授的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教学就是一个责任 我觉得在疫情间回到台湾 然后有机会在昆山科技大学 担任客座教授的这个职位 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 所以我将这份责任化作成 我希望可以新世代新势力 可以发掘他们的长处才华 把他们放在最对的位置 把他们放在最需要他们的位置 不管目前幕后灯光音响 模特表演或是彩妆妆法 我都希望可以 如果他们想要出国 我也希望可以提供他们最棒的建议 韦君在国内外的时尚舞台 是非常非常有名 那可不可以依您本身的经验呢 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不是其实台湾的孩子 只要你可以努力 你的条件够 是不是也能够像您一样 在世界的时尚舞台发光发热 确实一开始会非常的怀疑自己 觉得不敢踏出那一步 因为总觉得可能 与外面的人比起来 我们可能条件不够 后来真正踏出去以后才发现 其实没有任何的限制 现在没有身高限制 种族肤色甚至尺寸年纪 我觉得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 其实我们都一样 跟别人一样好甚至更好 因为不是不知道 所以当我踏出去一刻 我真的很感到很骄傲 大家都知道我从台湾来的 我比较大了才出国 可是大家都会 因为我小小的力量 而听不到台湾 而看到台湾 所以我也更有这个使命感 更加有这个责任 要做到最好 你今天特别来了中华艺校 是不是刚刚讲的这个 肩负这个使命 是不是你也肯定 你中华艺校学生的表现 然后也希望能够带领他们 一起跟你一样走上世界舞台 确实 因为在学校系上 看到我们两位优秀的 从中华艺校毕业的 两位优秀的学姐们 让我更相信 我一定要来一趟 我一定要来一趟 看看现在在学的 中华艺校的同学们 的确完全没有 完全是非常惊喜 非常surprise 每一位都卧虎藏龙 都非常的有特色 很会表演 我觉得今天 我的收获满满 我应该看到了几位 明日之星 希望他们也可以 展翅高飞 未来一定是 会比现在更好的 为华艺的孩子 打造这场造星平台 希望透过大师开奖 来成就学生的艺术明星梦 校长卢士宇表示 中华艺校就是要让学生 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 让产业引导学生 如何精进技术 来衔接职场与升学 中华艺校就是要给您 最优质的艺术学习 也欢迎加入华艺的大家庭 创立不离手 艺术在争手 杨新闻记者 陈文平高雄采访报导